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老师 我这最近吧 我想转行 想学习计算机了 是吧 对 我最近想学计算机 因为比较 未来我很看好它的发展前景 想学哪个 现在计算机这个课程有挺多的 有web开发 有移动开发 移动开发里边有安卓 iOS 还这个游戏开发 你想学哪个呀 我想学 最近比较想学 iOS 开发 iOS 开发 是吧 但是我是真的是零零零零零基础 就是没有接触过计算机语言 是吧 那你应该先从最基本的计算机语言入门开始学习 对吧 那么我们这套课程也是针对零基础的学样来设计的 那么这个课程我们从一开始C元来讲起 那么C元里边包括最基本的这个C元的一个发展过程呀 包括后边的一些这个最基本的环境搭建呀 一些变量呀 一些这个基本的概念 到后边C元的这个项目的开发 那么除了C元之外 当然我们课程里边还有这个面对项的OCE元 也就是OCE元 也就是Objective C元 那么当然 iOS 开发里边呢 你还要学习另外一门这个现在是 OS 就是苹果公司新推出的一门语言叫Swift 除了这个之外呢 后边我们还有高级的 比如说UI界面的设计呀 还有这个高级一些主题呀 比如说二维码的扫描呀 还有视频呀 多媒体等等等等 网络编程 那么最后呢 还有一些项目 那么当然这个针对我们这个找工作同学呢 我们还有这个比试面试题的这个环节 最后还有这个项目的一个答辩 再到最后呢 我们还有这个职业数字课的等等的这些这个课程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开始从这个C元开始学习 那么C元里边呢 这个小若你是一点基础都没有 是吧 那你想听什么呢 一开始 一开始我要知道什么是C元 什么是C元 是吧 那我们就讲一讲故事 是吧 第一节课呢 就是讲故事啊 C元从哪来的 是吧 它的一个发展过程是什么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看的是 第一个是C元的一个发展历史 我们讲的时候呢 经常会讲一讲的历史 是吧 包括现在我们看一些电影 我们经常说去这个中央六去看电影 经常看到一些抗战片 是吧 那么抗战片呢 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呀 说是有很多是什么国民党呀 共产党呀 什么那段历史 还有什么抗战历史等等等等 那么在我们讲C元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也了解一下C元的一个发展过程 虽然说现在C元已经是非常的成熟啊 应用也非常的广泛 但是呢 它的一个历史呢 我们就要了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个用C元呢 我们这个聊起来说C元的创始人是谁 是吧 那么它是从美国开始创建呢 还是我们中国的清华 还是北大 还是什么地方 对吧 发展过程 那么另外呢 就是C元的一些优缺点 C元是不是非常优秀呀 还是C元的这个不怎么样 它缺点有那些 那么C元到底都用在什么地方等等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从这个三方面来讲 第一个呢 就是C元的一个发展历史 第二个呢 它的一个缺点 第三个是应用领域 小润 你知道你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 你觉得我们家里边那个冰箱啊 电视里边会有程序的代码吗 应该会有吧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签试设备啊 我们都叫签试设备 就是说你的即使一个遥控器里边 它都会有程序的代码 那么我们坐那个电梯里边都有程序的代码 甚至最简单的一个玩具车 它都会有程序的代码 所以说 其实呢 C元是无处不在的 只不过你没有了解这个行业 是吧 你这个体会不到它的一个应用啊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是C元的一个发展历史 我们讲历史啊 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啊 我们都是这个程序圈里边的人 是吧 我说C元啊 我是搞C的 那么C元 你知道这个C元的发展历史吗 这砍大山的时候砍一砍 是吧 那么在什么时间呢 是二世纪六十年代 是吧 这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我 是吧 六十年代开始啊 就有C元了 那么时间地点人物嘛 我们都讲 继续文经常这样写 是吧 继续文的三项书 我们也聊聊天 看一下 C元在二世纪六十年代发展起来 那么地点在什么地方呢 是这个贝尔实验室 贝尔实验室啊 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实验室 那么这里边呢 发明了很多的啊 这个太多了 比如说电话呀 之类的 之前的这些通信呀 都是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 里面有两个关键的人物 是吧 一个叫Kin Thompson 另外一个叫Dennis Rich 那么两个人啊 叫Kin Thompson 是这两个人发起的 写的这个C元 创始人相当于是 是吧 C元的创始人 时间地点人物 那么下边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流程图啊 给大家演示C元的整个一个发展过程 是在1967年的时候 剑桥啊 剑桥大学 有这样一个教授啊 他推出了一个叫BCPL 这样一个编程语言 BCPL是一个缩写叫什么呀 就是Basic Combined Programming Language 那么简称BCPL 那么这个语言 我们在这儿 我们还要深究一下 那么这个C元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讲到Pocket这个计算机语言来讲 我们说语言是用来干什么的 嗯 沟通交流 说对了 这个语言是用来沟通交流的 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这儿讲课 然后呢 我们可以沟通的原因是什么呀 都听得懂 就是我们说的都是汉语 是吧 我们说的都是汉语 比如说我去德国了 然后呢 这个德国老师他不会讲汉语 我又不会讲德语 那怎么办呢 那就讲英语 讲英语 哎 反正是你想交流 然后呢 你必须有一个 类似像协议或者暗号的这样一套东西来交流 懂这意思吧 嗯 那么这个计算机语言是干什么的 是人和计算机之间交流的一个语言 就说我人和计算机 我说 哎 这个赶快给我写一个程序 你说计算机理我吗 嗯 不会呢 那这个 当然这个可能是以后的事儿 我们说第一代语言第二代语言后边我们会讲 说第一代语言叫什么呀 叫机器语言 嗯 那么我们写程序什么呀 零一一零 所有的程序都是通过零一一零这种数字组合写成的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当时编程序怎么样了 有纸带机 那么在纸带上打孔 打孔的地方代表一 没有打孔的地方怎么样 代表零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写程序是非常枯燥的 那么后面来了有一种语言叫汇编语言 汇编语言呢 它是在这个机器语言的基础之上 简单的加了一些命令 就是说我告诉你 比如说这个一位或者是跳转等等的一些命令呢 它就可以经过一个翻译翻译成机器语言 第三代语言呢 我们叫高级元 其实C语言呢 属于高级元 我们后面讲的像C++语言呀 像诈物语言呀 像OC语言都是高级元 那么再后来呢 第四代语言我们说就是 叫什么语言 第四代语言就是 刚才我说那个人工智能 我说嗨 计算机赶快给我写一个 补育大人 然后计算机就开始叮光叮光 那我给你写 写了一个月 然后补育大人给你了 说小若补育大人给你了 你看好不好玩 这是第四代语言 是吧 我们想象那一天 还是别到来了 是吧 那到来了我们这些成员 就都没饭吃了 是吧 所以说计算机的语言 说一开始 我们了解到 计算机语言是干什么的 人和计算机之间怎么样 交流沟通的一种工具 是吧 我要告诉计算机 它做什么事情 那么你要用c语言这个规则来写好了 当然后边呢 c语言是 比如说我们即使写这个最简单c语言 if else 是告诉的如果那没 那我们想象计算机 它识别吗 它也不识别这个if else 那么它指认什么样 0110 那么中间还会有一个什么样 我们说我们去德国了 刚才讲那个 我不会说德语 然后呢德国人不会讲汉语 但是我带了一个翻译 那么我们计算机啊 我们这个语言和计算机本身之间 中间还存在一个媒介或者纽带 这个叫什么呀 编译器 也就是那个翻译 它会把我们这个高级语言翻译成那种什么呀 机器语言 让机器去识别 懂得意思吧 刚才我们这样啊 说到语言了 跟大家这个多聊了一点 就是几代语言 第一代是机器语言 到后边是什么呀 汇编语言 再到后来是这个高级语言 高级语言又分这个面向过程的面向对象 我们这这四语言其实是一个面向过程的 我们后边会讲到这个 到1970年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贝尔实验室啊 有这样一个人啊 叫King Thompson 他这个在这个什么呀 BCPL语言基础之上 设计出了一个叫B语言 B语言 那么其实啊 这个后来啊 这个这个叫BCPL语言 之后就是一个B语言 这到后边啊 这个1972年的时候 其实还有个过渡啊 叫NewB 就是新的 NEWB 所以说现在C语言为什么很牛呢 它名字就很牛 是吧 它的名字就很牛 那么到1972年的时候怎么样 贝尔实验室里边的这个叫 Denis Rich 这个人呢 在B语言基础之上设计出来一个新的语言 之前叫NewB 后来呢 他觉得这个 直接把这个B取掉 就是取了一个新名字 叫什么呀 B的基础上就是C了 是吧 ABC啊 超越就是 那么到1977年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Denis Rich又发表了一个 这个不依赖任何机器系统的这样一个C元 这个编译文本 那么也就是说可移植的C元 那么在这个77年之前的这些C元呢 它都是依赖某一台机器的 比如说我依赖的是某一款CPU 那么在这个时代 其实最早的计算机的鼻祖是IBM 哎 这个计算机是通过IBM生产出来的 第一台计算机是出于IBM的 就是说那时候的语言呢 就是说只针对某一款机器啊 机器指令去设计 后来了 可能有不同的厂家都来生产计算机 怎么办呢 我就这个语言不再依赖那个机器了 懂得意思吧 到1978年的时候呢 美国这个电话公司 也就说这个贝尔实验室 它正式发布了这个C元 那么89年的时候呢 C元这个被批准啊 标准 就说我们 比如说啊 我们现在都讲普通话有没有 说讲普通话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即使我们都说汉语 那我们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听得懂呢 嗯不是 比如说我们我们这个马老师 他是那个南方人是吧 那他说这个说粤语 我们就很难听得懂是吧 所以说我们语言呢 也应该要标准化 我们说 我们说现在这个汉语 有有说普通话 是吧 这个大家都照着这种 规则或者标准去讲 语言也应该有标准 就说语言它也是有方言的 在C元之前呢 有就是说各个程序员 他都发明自己的一套规则 自己制定一些规则 这样呢 这又不通用了 你说规则自己制定了 到别的地方 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那么后来呢 我们就应该对它进行标准化 那么再后来呢 就说 它变成了就是叫ANSI 这样一个标准C 也就是或者叫C89 这样一个那么标准 后来有这个到1999年的时候 叫ISO 就是美国国家组织啊 对C元进行了修订 命名为这个C99 那么现在呢 我们用的都是C99 这样一个标准 在11年的时候呢 ISO正是这个 公布了C元的一个 国际标准 那么现在呢 叫C11标准 那么现在大部分 还在用C99 或者C11这个标准 那么大概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我们再给总结一下 说一开始叫BCPL语言 是吧 再过来是什么呀 说B语言 是吧 B语言出来就是到C元了 C元过来之后呢 就说C元是不可移植的 变成可移植的 那么再到后来 就说这个 变成了什么呀 标准化 是吧 在辨识实验室里边 然后这个标准化 再到后来呢 就是正式的C99标准 和C11标准 然后呢 发布 那么再来看一下 但是C元有什么优缺点呀 C元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谈谈它的优点 的确是C元是非常优秀的 小若你知道我们这个计算机的操控系统都有哪些吗 有Windows 我们最常有的Windows 除了Windows 还有什么呀 还有苹果的那个 MacOS是吧 MacOS系统 除了这个之外呢 除了这些我就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是吧 其实还有这个大名鼎鼎了 叫UNIX 还有Linux 这个 其实我们这个MacOS操控系统 它就在UNIX系统基础之上 叫BSDUNIX 它在UNIX系统之上修改的 那么 其实呢 我们最早的UNIX操控系统 它都是用C元来写的 包括后来的这个Linux操控系统 也是用C元来写的 所以说C元能写这么庞大一个操控系统 可见它怎么样了 是非常 挺厉害的 是吧 非常优秀的 也就是说 它是非常高效的 另外呢 它是可移植的 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 你的C元在不同的平台下边 比如说我在 嗯 Mac平台下边呢 编译了一个程序 然后呢 可以直接放到Windows平台下边 或者是不同的CPU下边 怎么样了 运行 功能强大 比较灵活 那么有很多标准库的支持 后边我会讲到 那么再看一下它的缺点 缺点就是程序会有漏洞 这个呢 其实呢 这个不同的人写的程序 可能这个最终的效果都不太一样 比如一开始我们写程序 可能漏洞会有很多 这高级的语言可能也会有漏洞 那么后来呢 就是可能会写的好一些啊 这个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它有指针了 指针就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啊 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经常会出现 那个指针的一个内存泄漏啊 等等 那么后边就是 它的程序写出来 可能是有的时候是比较难理解的 因为它是面向过程的 而不是面向对象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难以维护的 它里边所有的都是函数单个的文件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对我们这个维护呢 是非常的困难 这是优缺点 后来我们再看一下 C元的一个应用领域 那么一开始我就这个 问你啊 这个说是什么冰箱啊 电视啊洗衣机里边 是吧 这些其实呢 都有C元的一个应用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操作系统里边 我们这个UNIX操作系统 以及了Linx操作系统里边 都有C元的编写 那么像是设备 其实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 苹果的手机 然后这个安卓的手机 说安卓的手机 说是用Java可以写应用 对吧 那么其实它的底层也是C元 底层也是C 那么也是枪式设备里边 包括太多了 你随便叫出来一个电器里边 它都有这个程序代码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最简单的啊 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电风扇啊 之类的等等等等 它都会有程序代码 里边会有芯片 会欠着一段程序 来控制它 就是一员 是吧 那么机器人 是吧 那么 公控领域 就是工业控制里边啊 这个有很多啊 所有工业控制领域 我现在有一个说 现在这个 我们说电表 电表这个 说你走了几个字 怎么办呢 想说现在还有人 去你家收电费吗 没有啊 那它怎么弄的 它怎么知道你走了多少度电了 这个有个程序叫远程超表的 就它也可以远程的 可以监控到那个表怎么走的 然后呢 那么工业控制领域里边啊 当然远程超表是其中一个 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 呃 一些其他领域 比如说安防领域 像我们这个摄像头啊 之类的 我们去银行里边经常有那个 你看我们到银行里边 那个很多人都在那数钱 不停的数钱 那么多钱 每天是几百万上千万的 他为什么不敢自己拆兜里 两达呢 有监控 对呀 有监控看着他 是吧 每天都在录像 那么那些设备里边都有C元 是吧 那么那些程序 电影里边 电影里边啊 也有很多程序来控制 计算机游戏 是吧 PC的这个应用程序里边 等等等等啊 这个音乐领域会有很多 好 那么一开始呢 给大家这个简单聊聊C元 我们总结一下 通过这节课 小若你觉得你学到了哪些内容 学到了哪些知识 C元是怎么来的 C元的这个前生精士 是吧 这个前生精士 然后C元是怎么来的 那么还有什么呀 还有它的应用范围很广 还有应用范围很广阔 是吧 还有什么呀 还讲了一个叫 优缺点 是吧 这个C元有哪些优点 有哪些缺点 其实在上面没有的 我们给大家补充的一些 就是语言是干什么的 计算机语言是干什么的 然后呢 计算机语言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发展过程 包括一开始的机器语言 到汇编语言 再到后来的高级语言 像C元呀 小OC呀 C++呀等等 那么再到后来 得说第四代语言 说告诉今天做什么 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节 给大家讲到的一个 C元的一个简单介绍 好 那我们这节课 就先上到这里 更多高端精品的 移动开发课程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扫描屏幕中间的 二维码 也获取更多的课程信息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见吧 好 再见 再见